美元雄峰在線 就是因為聯種會 因生嘹亮 撒壞亞幣 其中日圓更是慘兮兮 小時候通膨又再上來的話 我想這個時間點 可能會延到12月 甚至要延到明年 日圓這邊160這個關卡 可能會很難守住 日圓跌跌不搜 不只跌破160大關 創下38年來新低 27號持續下挫 沒有看到任何反彈跡象 日本心在堂血 不過對於哈日族來說 確是小確幸 因為日圓對台幣 今年以來已經大跌超過7% 以今年高低點來看的話 現在拿5萬台幣換匯 可以比年初時 多換到1.3萬日圓 等於可以多吃15套日本定食 當然是會開心啊 是好像買跟以前20 我2019年有去日本 差蠻多的 已經相當低了 在別年我想也是有限 大概都是把錢都到水裡 這個機率會高一點 就是效果的確是有限 建議投資人其實可以採用 這個分批的方式 那畢竟近期其實又在突破了 一個新低 哈日族好開心 不過專家提醒 明年日幣恐怕總向升值格局 小燕換匯就要把握下半年時機 奮批進場搶便宜 三宣陳世雄的副詞 台北報導 有選擇 Being 隨便有 給你